歡迎收看小熊老師 配音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呢 要來繼續介紹兩個圓的關係 在上一集我們花時間把兩個圓的相對位置都剖析了 在這一集要多教一點 就是把這樣的知識我們分兩個階段來學習 那所以也同時就複習一下 如果兩個圓外離的話 那我們上一集介紹了 就是這個時候它的連行線會大於它的這個半徑合 對 兩個圓半徑合 這個時候圖畫起來是這樣子 我們這個地方多介紹一件事情 這個時候它會有幾條公切線 那什麼叫做公切線呢 公切線就是 它是就像公音數一樣 是你的音數也是我的音數叫做公音數 那是你的切線也是我的切線就叫做公切線 比如說 這條會是公切線 就是你們看到 它在這邊跟右邊那個大圓切 在一點 然後跟左邊這個小圓也切在這一點 可以嗎 那既然有這一條就還會有另外一條 這條也是公切線 那這兩條之外呢其實還有兩條 這一條它跟這兩個圓都切在上面 然後還會有一條跟這兩個圓都切在下面 這樣 那我分兩個顏色的話這兩種公切線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會看到綠色這一條公切線 它 這個 出現在這兩個圓的中間 所以我們稱綠色這兩條叫內公切線 然後 橘色這兩條在這兩個圓的外面 我們稱為外公切線 那所以它如果兩個圓外離的話 會有兩個內公切線 和兩個外公切線 總共四條公切線 可以嗎 這其實不難理解啦 就是說只要你有露在外面 只要你們兩個都有露在外面 就會有外公切線 然後你們兩個分開來了 所以導致會有中間也可以有內公切線 這樣 那如果是外切呢 那一樣啊 你們也有露在外面 所以 外切的情況 也會有兩條外公切線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他們兩個沒有 他們兩個中間沒有很大的空間 但是也還有一個點 這個點還可以讓他穿過去呢 這樣子 那我們前面其實有這個 證明過了 說連心線會垂直這一條 會垂直這一條 會垂直這一條公切線 那這個時候 我們說他要兩圓外切的話 連心線長是兩個半徑的盒 這個上一集都介紹過 所以這個時候會有一條外公切線和 兩條內公切線 這個都可以從邏輯和想像 快速的去找出來 不用背了 如果兩圓香蕉一樣 他們都有露在外面 所以一樣有兩條外公切線 那他就沒有內公切線 沒有中間 所以這個也是很好理解 那兩圓相交的話呢 就是這個連心線長會是兩半徑和兩半徑差之間 那如果兩圓內切連心線和是兩半徑差 這個時候他不但沒有外公 不但沒有那個內公切線 而且他的外公切線 變成只有一條 就是他們兩個一起公切的那個點 還有露在外面 所以他只有一條外公切線 那就說這個東西就是現場推 也不用說去背 說什麼四三二二一 什麼的 那你背了也不見得知道他在幹嘛 那不需要 如果兩圓內離的話呢 他就根本沒有公切 沒有辦法做出公切線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連心線長比兩圓 比兩圓半徑的差還要小 那如果同心圓的話 連心線根本就沒有長度 因為他們的圓心疊在一起 那當然也是零公切線 可以嗎 這個是兩個圓的 相關位置 我們來看一下上次的作業 上次的作業裡面有這一題說 兩個圓呢 如果是同心圓的話 那有一條這個 割線 我們稱為割線 那割過去之後 在大圓裡面有選AB 在小圓裡面有選CD 對不對 這樣子的話 如果說AB長14CD長10 請問環狀主射面積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前面出過了 類似的 我們前面出的那個是 一樣同心圓嗎 我們那一條他是 外面的割線 然後裡面的切線嗎 對不對 我們在這裡呢 就是他變成是兩個圓的割線 那其實解法是一樣的 出這題就是稍微跟大家複習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基本的題型在我們的影片裡面其實交的不算不算多 所以稍微跟大家複習一下才不會變成好像說都只看過難題 這種題目就算比較基本一點 大圓的半徑 假如我們寫大R 小圓的半徑寫小R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會發現他們有同樣一條連心線長嗎 假如連心線長叫D好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用類似的概念 我們會知道說大R-D平方-D平方 會是AB一半 注意一半的平方 所以AB長是14的話 所以AB長如果是14的話 那他們的一半是7 所以是大R-D平方-D平方是49 小R平方-D平方 會是25 所以這兩個對減 就會得到大R平方-D平方就會等於 24 那題目要問這個環狀著色面積 環狀的面積就會是大R平方π-小R平方π 對不對所以就是24π 可以嗎 來看下面這一題 那這一題是機測體 這個大小兩個圓呢如果他們是內切然後大圓半徑是8小圓半徑是5 那從甲點從P點出發從P點出發沿著大圓走的四分之一圈到A 另外一個人沿著 從P點出發沿著小圓走了半圓到B 那這個時候問你 AB連線多長 那首先呢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是我剛才有提到兩個圓內切的話他的連心線其實會過切點 那他這個時候小圓的那個最上方的那個B點會在切會在P點的對面嗎 所以說其實大小兩個圓的連心線 都在這個BP上面這一點很重要 那知道這一點之後呢 因為走四分之一圓是轉90度嘛 所以 這裡是90度 那大圓的半徑是8 小圓呢 小圓的半徑是5 那注意就說整整條是直徑 所以小圓的半徑是 整條直徑是10 所以10減掉 大圓的半徑這段也是8 所以這裡是2 好那所以AB的這個長度就伏之一出了 2比8比多少 1比4比跟號17 所以AB常是 2跟號17 可以嗎 然後也是之前的作業 來看這個問題 O1O2O3三個圓互相外切 然後 又 這個跟大圓 這個大的半圓 O1O2O3跟這個大的半圓 不但是內切 而且O1O2 還跟他的這個 大的半圓的直徑相切 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如果O2O3的半徑長都是1的話 那問你這個 小圓O4的半徑和超大圓的半徑 那所以這裡也是一樣 建立在這個 我們剛才提到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這種外切的問題 或內切的問題 常常需要一個 我們剛才已經提到的 想法就是說 那個外切的時候 他的切點跟連心線是在一線上的 內切的時候也會是 這樣子 這點很重要 所以首先呢你現在看到我紅色圍出來這裡是一個 長方形 長12款11這樣子OK 然後我們把我們把這個 半徑11的都用紅線化 然後小的這個用綠線化 同樣的O2跟O4的連線其實也會過他們的 外切的那個切點 可以嗎 那從這裡就可以知道怎麼樣 O4在 O2O3這個線段的中垂線上 O2O3的這個線段的中垂線其實就是 他們這個切點 的那個內功切線 所以O4其實在 在這條內功切線上 而且內功這條內功切線 其實也過大圓的圓芯 O1 可以嗎 那 為什麼他過大圓圓芯O1呢 那這很簡單 因為就是說我這裡不是已經 圍成了一個長方形 那他在長方形這邊的中垂線上 所以他拉過來這裡的時候 這個也是這邊的重點 那所以他是在大圓的圓芯裡面 這個都可以推論但是因為真的都寫 這些推論如果都寫的話就會很 佔時間 很花空間很花時間 所以稍微說明一下 那在這樣子的前提底下呢 他跟你說這些都是1 所以這個也是1 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時候比如說大圓的半徑會是多少 大圓半徑會是多少 在這個圖形上呢 大圓的半徑除了這一條是大圓半徑之外 這一條也是大圓半徑之外 這條也是大圓半徑 還有 其實怎麼樣 這一條也是 就是仍然是我們剛才說的那件事情 內切的時候 連心線會過這個切點 所以這一條也是大圓半徑 那這個時候就不難看出來 這個是1 這段是1嘛 那這段多長 他這是正方形啊 1比1比更好2嘛 所以正方形的對角線 這段是更好2 所以 歐1半徑 抽圖系 面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他是1加更好2 OK 那這個小的歐4的半徑呢 歐4的半徑呢 其實用類似的方法就可以推論出來 首先就是 這一段 這段是1 這一段是1 對不對 正方形 那小圓的半徑呢 小圓的半徑其實比較不容易 確認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段是1 因為這裡正方形 這一段是1 那然後這裡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我把它主射了 在這個紫色的直角三角形裡面 你有一邊是 一鼓 一鼓是1 另外一鼓呢 另外一鼓其實是 這個 這個 1加更好2 減掉1之後 所以上面這段是更好2 更好2減掉小圓半徑 剩下的這一 對不對 然後斜邊是1加上小圓的半徑 在即時斜邊 所以如果色小圓半徑為R 那這樣子這個除了1之外的這一鼓呢 他其實應該是 根號2減R 然後斜邊應該是1加R 所以更好2減R的平方加1平方會等於1加R平方 寫到下面去好了 1加2加2更好2加2加2加1等於1加2R рез Duops 22加2和2R 然後這邊是1加2R加2R 然後1殺掉 所以移過來 2會等於 那所以這個最後把他除下去然後二線約掉所以R是一加根號二分之一 也就是根號二 R會等於 根號二加一分之一 所以他其實是根號二減一 可以嗎 也就是說整條是一加根號二 然後這是一 這裡是根號二之後呢這個是根號二減一所以其實這裡也是一 就是這個你現在看到紫色三角形他其實是 等於要直角三角形 那我來看這邊也是類似的這個 跟我們前面看到內切外切有關的問題其實這種題目在更後面還會再出現 在學到那個 三角形內心之後還會再出現 我們先把輔助線畫上去省時間 他出現三個小圓 那這個三個小圓都跟他內切而且半徑一樣 半徑一樣的話呢那你現在看到 我們把小圓的半徑都標紅色 然後長度都是R 這是R 那就是這個三角形的是345的三角形 OK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問你說 這個小圓的半徑R到底會是多少 那如果這一題 他之後還會再出現 在我們學過三角形的那個三顆星之後 內心 在我們學完內心之後這種題目就算基本的了 那在這裡的大家可能沒有看過 因為他需要畫輔助線比較難想到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就先把輔助線畫出來 那要做的就是 把這個三個頂點連到這個圓形R 那為什麼是連到這裡 那在這裡給大家一個思考的方向就是說 我們前面已經常提到了 我如果要解這種三角形的問題 然後你看我們是不是 有內切就會有垂直的半徑 有垂直就是高 高就可以分辨機 所以我們會把一個三角形分成幾塊不同的面積去合起來 這個時候因為這裡有一條 紅色的半徑R 所以我們就從這裡開始分 這樣ABO的 三角形A 假如說這個圓形叫O 三角形AOB的面積呢就會是 1 5乘R 對不對 那三角形 ACO的面積就會是 2分之1 4乘R 然後三角形BCO的面積就會是 2分之1的 3乘上 12345 5R 可以嗎 所以這裡總共合起來會有 2分之1個 3加4加 5加4加15 所以是24 可以嗎 所以是12R 那三角形面積如果是12R他其實是多少他其實是3乘4除2 所以12R等於6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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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這一期 大家可以按個暫停 再來看一下再想一下 那我剛才有說在這裡他算比較難的 因為你 這個時候學生還不太習慣去拉輔助線 然後為什麼要拉成這樣子 這個老師都可以講解 從面積的方式去想 之類的 但是如果出現在內積那個單元的話就 應該要會了 最後我們來看這一題 我們今天教了這個外公切線跟內公切線 那麼可不可以試著證明如果今天我有兩個圓 外理 所以還有兩條內公切線對不對 內公切線會出現四個切點 這個是同一條的 這個是同一條的 那其實怎麼樣呢他說 這條AB會平行CD 那 請試著想想看為什麼 好這個問題是大家可以想出來的 所以有這個希望你可以按個暫停想一下 為什麼這樣子內公切線 拉出來 AB就一定會平行CD呢 他其實運用到一個方式 首先我們先把這個 交叉的點取個代號比如說叫P好了 那看到P有沒有有點眼熟 他在這裡呢其實利用了我們前面學到的這個切線長性質 在左邊這個圓 P點是圓外一點對他做兩個切線 切點是A跟B 那根據切線長性質我們知道PAA會等於PB 在左邊這個圓我們可以知道PC會等於PD 對不對 好那這個時候呢 這裡又對頂角啊 對不對 好所以 這樣左邊跟右邊這兩個三角形是怎麼樣 然後注意喔他不是 不是這個全等的三角形 不要看等於又等於 AB在左邊這裡 CD在右邊這裡啊 所以他並沒有對應邊相等 他怎麼樣才會有全等呢 如果我把AC連起來 有沒有 我有一條 假如說AB比較長 CD比較短 我有一條長的跟短的 然後我這邊BD連起來 我有一條長的跟短的 這樣子這個ACP和B珠P就會全等 但是現在沒有 這邊是長的長的 這邊是短的短的 他們兩個沒有全等 但是有相似 因為既然這邊等於這邊 這邊也等於這邊 那就代表說 AP比CP就會等於BP比PD 這樣子 或者是我們可以說這邊比這一邊的比 1比1跟這個比也是1比1一樣 總而言之呢這是什麼相似 這是SAS相似 我們寫 AP比PC等於 BP比珠P PC寫CP好了 所以 ABP會相似於三小型 C珠P 我寫珠CP比較好 其實都可都有就是因為他是等腳他們兩個都等腰的 這是SAS 因為這兩個腳一樣 APBAC 叫 APB 會等於叫 CP珠 右 所以 C珠 可以嗎 那我正出相似之後呢 我為什麼要這裡我不寫 這個CDP 我要寫 BCP呢 因為我希望他的 等腳是在寫對面的 這樣我可以用內出腳枪等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 腳 A PAB 他其實就等於腳C珠P OK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可以 再進一步推論出 AB指線 形形 C珠指線 內出腳枪等 可以嗎 這剛這個證明 所以其實雖然說是證明 但是其實都是用我們已經學過的東西 那這是這堂課的作業 我現在有一個圓弧 可不可以用紙規做圖把這個圓補滿 按一下暫停喔 可以想想看喔 要不然就在網路上面裝下來寫 謝謝 那我們這樣就剩到這裡